我们现在介绍第八章 静词学 Magnetal Statics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Lawrence Force law Lawrence Force 带电的指点在磁场中受力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一个带电的指点 它不但在电场里头会受力 它如果在运动的话 在磁场中也会受力 你看我们说一个电量Q 如果它静止不动 那它电场里头会受到一个力量 这是静电力 如果这个带电的指点 它不是不动 它的V不等于0的时候 它除了受这个力之外 还会受到另外一种力 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到底怎么来的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是大自然的 我们就知道大自然有这么一个规律 它是谁定呢 我们不知道 它就等于Q 它的运动的速度V cross B B是这个空间的一种特性 这个力我们称它叫磁力 Magnetic force 这个式子呢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Lawrence定律 Lawrence Law 但Lawrence Law有时候是另外一个力 我们有的书上把这个就叫做Lawrence Law 那么这个B 这是一种代表空间某一点的一个特性 就好像电场的特性一样 它是另外一个特性B 称为Magnetic Induction 叫磁感应 我们一般都称它叫做磁场 简称就叫做B场 OK 就是说Q不动的话会受这个力 Q如果以速度V在运动 又会受这个力 这个力我们称它叫磁力 这是静电力 如果这个空间又有电场又有磁场 那么这个带电的指点 带电的指点就会受这个力 Q乘上E加上V cross B 就是这两个的向量和 有时候啊 有的书上把这个当作是Lawrence Law Lawrence Law 有的书上就把这个当作Lawrence Law 好我们现在看看 有关于磁力的一些特性 磁力 QV cross B 我们看这个Q 它在空间以V的速度在跑的时候 它会受一个F的力 那我们看呢 Q F等于Q V cross B 所以说FM嘛 它是V cross B 是V cross B 这样子 那可现在F呢 跟这两个为边的一个面垂直 跟这个平面垂直 那就是F 这就是FM嘛 又跟B垂直 又跟V垂直 也就是说磁力同时于磁场B 以及速度V垂直 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磁力不做功 因为磁力是垂直于V 垂直于V 磁力垂直于V 好 功呢 这个 它的功就是F dot DL F dot DL 好 那么因为DL就是这个 指点运动的一个位移 位移 位移一定是跟这个切线速度相切 相切 所以 它跟这个相切 它就是跟 这个DL跟这个相切 而F又跟V垂直 所以F呢 就垂直于DL 因为DL就是V的方向 就V在DL的方向 然后 所以 这两个垂直 这个垂直的话就是零 所以磁力不做功 磁力不做功 磁力不做功 磁力不做功它会做什么呢 磁力只会改变带电指点速度的方向 而不会改变速度的大小 它会改变速度的方向 而不会改变速度的大小 你看它因为它的力跟速度垂直 我们在力学就介绍过 力如果跟速度垂直的话呢 它不会改变速度的大小 因为速度的大小是由力的切线分量来改变 它只有normal component的话 它不会改变它的方向 它不会改变它的大小 只会改变它的方向 只会改变方向 好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带电指点的运动方向 与磁场的方向相同 带电指点的运动方向 你看 因为F的Q V cross B V cross B 如果V跟B同方向 夹角是0度 那V cross B也是0 如果V跟F方向相反 跟B的方向相反 180度 V cross B也是0 所以说 一个空间 磁场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由指点 指点 如果受不受力 来决定磁场的方向 比如说 你拿一个四波器 或者是阴急射线管 你看 你看这个一束电子束出来 你在有磁场的空间 那个电子束 方向会弯曲 假定你转到某一个方向 电子束 方向不弯曲 那就是这个时候电子运动的方向 不是跟磁场相同 就是跟磁场相反 可以从这里测出来 还有磁场的单位 叫做Tesla 还有另外一个单位 叫做Weber per meter square Weber per meter square 这个 这些单位 比如说 F等于QV cross B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导出来 可以导出来 可以导出来 B场呢 它是等于QV over F over QV F是牛顿 Q是Coulant V是meter per second 然后我们牛顿U是等于 食量称加速度 公斤称到这个 然后Coulant Coulant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Ampere 这是安培 安培就是电流 电流的单位就是 每一秒 垂直通过一个 接面 的库仁数 每一秒 通过 这个 库仁数被秒来除 就是安培 所以库仁就是A.S 然后这个 可以导出来了 这个是导出量 导出量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Tesla 或者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我们将来都会 你先 目前你先记住它是Tesla 这个我们在讲 Magnetic flux的时候 会降到这个单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质量位M 带电量Q的值点 以速度V垂直进入均匀磁场B的区域 问值点将做何种运动 若速度具有与磁场垂直的分量 即平行的分量 值点又做什么样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XYZ 磁场是-Z的方向 我们现在有一个值点在这里 带电体Q在这里 它的速度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正好跟这个Z轴垂直 这就是Y的方向 跟它垂直 那么像这个V垂直于BX 于是我们就从F等于QV cross B Q 记住Q如果是正的话 那V cross B 就是朝-X方向 如果Q是负的话呢 就是负负的正 它的方向就是正X的方向 那这个时候X X走 因为圆周化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方向正好就是R半径的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R Univector的方向 这是根据磁力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磁力等于MA 质量乘上加速度 质量乘上加速度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得到 加速度 是等于QVB over M 就是QVB就是力了 好 这个计则 这个计则显示 带电指点获得加速度 获得的加速度 大小是个常数 因为Q是个常数 V也是常数 B也是常数 因为这个F跟V垂直 不会改变它的大小 大小保持一定 M又是一定 所以这就是一个定值 那么这个方向是跟-R的方向 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向心加速度 所以这个指点就在XY平面 做等数的圆周运动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AN 这个AN就是 AN就是加速度的normal component 这里就是向心加速度 发现分量 加速度的发现分量 是等于V平方 over R 等于这个地方速度的大小 被R来除 那么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 你看 这两边V约掉一个 M乘V就是等于P momentum momentum就等于Q Q 这个写错了 QBR才对 这个V约掉了 应该QBR 写错了 Q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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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点的质量 QBR 这个为直点的动量 这个式子我们就是 可以测定这个 带电 高能离子的动量 这是B B长 这是B长 在磁场 在磁场为某一个值的一个空间 它运动的时候 它运动的时候是一个 等速圆周运动 半径是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动量是这个 你知道动量就可以求它的动能了 好 如果说这个值点呢 它除了有 除了跟磁场垂直的一个分量 速度跟磁场垂直的分量之外 还有一个跟磁场平行的分量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运动是什么运动呢 你看B B长 这个B长 是这个方向 它是等于Z 就是这个Z轴 就是-Z的方向 假设它的速度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垂直分量 一个是平行分量 垂直分量是在Y这方面 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 跟这个B长一样 就是-Z的方向 好 那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Q V Cross B 这两个Cross就是0了 就剩下这个 Y Cross Z 是X Univector Q Q V Perpendicular Component 乘上B 因为这个就是R的方向 -X就是R的 就是-R的方向 所以这个就是做 它的垂直分量 让它做圆轴运动 但是它这个Z的方向 它这个不受力 不受力 我们知道直点有这个速度 它不受力的话呢 根据牛登第二定律 它的动量不改变 所以它一直就以V2的速度 做等速运动 就是这个分量不变 就以这个速度再运动 所以它一边做 一边这个速度让它做 向心加速做圆轴运动 一方面朝这里移动 所以它就是做一个什么运动 螺旋运动 因此直点一方面 因为这个受向心力而做圆轴运动 另一方面 因为这个继续向-Z方向前进 所以它就是朝这个方向做螺旋的运动 OK 这个是这个例题 好 现在我们看第六页 这个是一个例题 我们看例题8-2 就是空间有相互垂直的定值的电场 E等于这个 还有磁场 B是等于X unit vector乘B 这是电场 这是磁场 它们都是定值 那么有一个带正电和Q的直点 它在圆点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从静止的状态释放之 那么它就开始受电场的作用 电场作用以后就开始有速度 有了速度 带电的物体有速度 在磁场里头有速度的话 就会受到磁力 于是它就会开始运动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带电的直点 它的运动轨迹是什么 这个就是运动轨迹 那这个轨迹是怎么样的一个轨迹 我们现在解 带电的这个直点 静止在圆点 一开始释放的时候 它就开始受电力 这个电力就使它加速 而获得一个速度V 一旦获得速度V 它马上就受到另外一个磁力 FM等于QV cross B的作用 V cross B的作用 那么因为磁力 它是跟这两个向量都垂直 跟V垂直跟B也垂直 因为它是跟B垂直 所以呢 这个力一定是在YZ的面上 跟Z垂直 跟这个B垂直就是不可能 有X方向的力了 所以直点呢 在X方向上它就不受力 那直点就在X 在YZ平面 这个写错了 YZ平面上面运动 YZ平面上面运动 我们现在令直点 在任意时刻的位置跟速度 分别是这个 这是它的位置 因为它不会在X方向运动 所以它始终是在YZ平面上 所以它的X永远是0 那么Y呢 它的运动有Y component 有Z component 所以它的位置会随着时间改变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指点 任意时刻它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它的速度 速度就是它YT时刻 位置Y函数是这个 那么它对时间为分 就是DY over dz 我们就用Y.来表示 它表示 它表示Z方向的速度分量 所以它呢 在任意时刻 位置是这个 它就有这样的速度 记住它的速度 只有Y分量跟Z分量 这个写错是YZ平面 好 那现在我们 就先算一下V cross B等于什么 因为等等我们要用到 这个V cross B V cross B 那我们先用 迪卡尔坐标的单位向量 然后这是V的component Y.Z. 然后B的component 因为B只有一个component Xcomponent 所以它就是这个行列式 我们把这个行列式展开 它只有两个分量 一个是Y Y分量 一个是Z分量 就是这个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根据Lawrence Force 就是说带电的值点 它所在的位置 它所在的位置 有电场 又有磁场 然后这个带电值点 又有速度的话呢 它会受一个Lawrence Force 是这个 所以以后它都受 这样的一个Force 那么我们把这个Force Q E E它只有Z component 那V cross B 是这两个component 所以它就是Q 乘上这两个component 这个就是它所受的Li Li的来源 那根据牛敦第二定律 指点受Li的时候 它会有加速度 就是质量乘上加速度 那么加速度呢 M我们照写 加速度 我们就是用Y component的加速度 Z component的加速度 那Y dot再对时间为分一次 它就变成Y double dot 它就是Y component的加速度分量 就是加速度 那么这个就是Z DZ dot over DT 它就是Z component的加速度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因 跟这个果相等 因为两个向量相等的话 它的分量要相等 各分量要相等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Z分量 Z分量 MZ MZ MZ呢 它就等于Q 不是 Q1 Q1 Q1是Z分量 Q1 然后还有一个负的 QB Y dot 这两个放在一起 是等于这个 这一个方程式 然后Y component相等 Y component 那这个Component就是QBZ dot 这个Component就是MY double dot 我们就有这两个方程式 现在我们得到这两个equation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Omega横等于QB over M QB被M再除 我们令它叫做Omega 这个叫做回旋频率 Sychrotron Frequency Sychrotron Frequency 那么将Omega带入这两个式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这个出过来 所以Y就等于Omega Z 这个出过来 所以Z double dot 就等于这个 这个出过来 这个就是第一项 这个出过来 你可以把这个 乘上一个比再除一个比 就变成Omega 变成这两个式子了 现在我们就要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指点的轨迹 那你就要求出这个 它的Y跟时间的关系 Z跟时间的关系 就是说它的坐标跟时间的关系 你就知道它的轨迹是什么 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式子再微分一次 D double dot over dt Omega平方 因为你这个再微分一次 就是D double dot 把这个带进来 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我们就可以把它划成 你看这个再 再乘过来 微分 积分 Y double dot 这个积分 这是常数 就是T 这个 原来是 Dy over Dt Dy over dt 所以 我们这个 不是 Dy over dt 你一积分 对Dt积分的话 就变成 Omega平方 Y了 然后再加一个常数项 这个式子 微分一次可以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挪一挪向 这个挪过来 这个 跟这个加在一起 变成A式 我们在这里 就说 讲得很快 你可能一下子 没办法跟上 没关系 你回去 自己把它推倒一遍 自己推倒一遍 那这个 微分方程 你要解它 那我们 如果这边是零 就好办了 那它的解就是这个 这就是一般解 多了一个这个 它就有所谓的特殊解 特殊解 我们就猜 它是这个式子 把这个带入A 就是说 这个带到这一边 这个带到这里来 它微分两次 这个就是零了 没有了 然后就带到这里来 那它就变成 这个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那它就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就变成Omega平方 乘上这个 要等于这个 Omega平方乘上这个 要等于这个 那对应相 相当就是K1 就等于这个 K2就等于C over Omega平方 这个 因为Omega是一个 常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用另外一个常数 叫做C3来代表 C3来代表 K1等于这个 K2等于这个 我们 得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知道 它的特殊解 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 A4的解 它是等于 Y等于 一般解 加成特殊解 所以它等于一般解 加上特殊解 这就是B式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 两端 对时间积分 时间积分 这个积分 就变成 OmegaZ Omega出过来 这个积分就是 Y dot OmegaY 加上还有一个常数 像C4 C4 我们把BC 把B 带入C式 B式带入C式 这个Y 这个Y 微分一下 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个式 这个微分带到这里来 变成这个式 指点的起初条件 我们 假设它提出 在原点 速度都是0 OK 把这个 带入B式 跟C式 带入这个 就是Y0 等于0 Z0 也等于0 Y0 等于0 Z0 也等于0 还有就是 Y Prom Y Dot 等于0 Z Dot 也等于0 就带入这个 BC 带入 这个是带入BC的 这个式子 还有 这个式子 再微分一次 然后再把这个 带进去 好 我们就得 这个我们就不仔细去看 你们可以 自己导看看 C1 等于C3 等于C4 等于0 C2 就等于 这个字 这个都是0 C2 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把这个字 把这些 把这些 带入B跟D 带入B 跟D 这是Y跟Z 就是 它Y坐标 跟时间关系 Z坐标 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得到 这两个式子 它继续 都这两个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R 很等于E over Omega B 带到这两个式子 里面来 于是这两个式子 它就变成Y 括弧T 要等于R Omega T 减掉R Sine Omega T 那我们这里 把R 提出来 里头就是 括弧 Omega T 减掉Sine Omega T 好 这个值 它就是R 乘上1减 Cosine Omega T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一项 稍微 处理一下 就是Y 括弧T 把这个搬过来 减掉R Omega T 要等于负责R Sine Omega T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把R 搬到等式的左边来 它就变成Z 括弧T 减掉R 要等于R 负R 括弧Omega T 那这个就是它 这个带电指点 在任意时刻的位置 Y 跟T 任意时刻 跟Z 任意时刻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合并 就是这一边的平方 就这个式子平方 加这个式子的平方 这个平方 就是这个值 这个平方 就是这个平方 然后 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它就是R平方 乘上3平方Omega T 加上Cosine Omega T 等于1 那就是R平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轨迹方程 就是这个带电指点 它受电力跟磁力以后 它的轨迹 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轨迹 那这个轨迹方程 我们从这里看就知道 它是一个圆的方程 半律是R 它的原心是在这里 Y等于 X是0 永远它在YZ平面 X是0 R Omega T Z也是 Y等于Z等于R 所以它的原心 所以它的原心是这个 你看 它的原心不是一个常数 位置不是常数 因为这个跟T有关 这两个是常数 这个不是常数 它跟T有关 T不断地增加 那么它的Y坐标 就不断增加 因此呢 我们说这个圆呢 它的原心呢 就是向Y方向移动 它移动的速度呢 就是等于 这个 DY over DT 就是R Omega 那它就等于 E over R 因为R是等于这个东西 E over B 等于这个 好 所以 带电指点的移动情形呢 就像这个 它是这个 轨道 这个轨道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一个圆 一个圆 它的原心不断地朝这边运动 那么 这个轨迹就像是 这个圆 圆周 有一个指点 这个 圆在转的时候 一边 一边 转 一边往这边移 那么这一点就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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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就是它的 求心的轨迹 就是这个带电指点的轨迹 这个轨迹 形状很出名 我们称它叫做 百线 叫做百线 那么这种轨远的轨远 一样的轨远 就像这种轨远 一样的轨远 一样的轨远 一样的轨远